大家好,新年快樂 我們現在是在台中市豐原區的 富陽路跟豐絲路加岔路口這邊 有一個物件要賣,它是四戶 我們不是在賣 我們不是在賣這個,這個是哲原 哲原一開始賣6700,三房6700 現在已經漲到1300、1400了 1500了 哲原在這裡 現在已經漲到應該也是超過1500了吧我覺得 新的大樓,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賣這個新的大樓 你還記得哲原你有賣過嗎? 我有賣過,那時候我賣的時候是700多萬 那時候是多久以前 可能五年了吧 對啊,現在多少了 那我們現在要賣的是這邊有四戶的電梯透天 而且它這個算是比較前衛的 對,它的那個 建造工法還算蠻前衛的 蠻適合年輕人會喜歡的 那我們現在是在頂樓四樓 它電梯有到四樓喔 嗯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在那個後面 這個 我們是在前面 前面的路台 前面的大路台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國道四號 國道四號交流道就在旁邊 你知道為什麼你會說前衛嗎? 因為它還有電動車的充電箱 電動車的充電箱 的那個預留的箱子 對,等一下我們會帶你去看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 它都沒有貼磁鑽 也不是七油漆 清水膜 所以應該算是清水膜了吧 對啊 然後 我們先看的這一間呢 是那個什麼 那個 最貴的那一間 2880 2880 因為它有裝潢 它要花 建商 它把它當樣品屋 花了很多不少錢 我們現在講這一戶叫做A戶 A戶2880 最貴的就是這一間 對 它地坪有26.04坪 建坪是47.15坪 嗯 我們現在看這一間A戶的話 開架是2880 在頂樓 那這邊呢 有熱水器 等一下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天然瓦斯 有天然瓦斯 在一樓的表 然後還有 屋頂有預留太陽能熱水管路 就是屋頂這邊 對 然後還有 電源都有 所以不用擔心 對 他們說後院有水利地已整坪 而且已經蓋上防草席 可供住戶使用了 我看不到 那邊 那邊 喔我了解了 在那邊 對對對 在那邊看到了 那個綠色圍起來那個 就是說可以種菜就對了 後院那邊 可以種菜是不是 對對對 好喔 那就是這邊的生活就是 生活技能也不差 因為出去就是風濕路了 上國道4號 要再上74號 兩分鐘 對 兩分鐘上 你看到那邊 國道4號的交友 對 生活技能也不差 為什麼我們這風濕路出去之後 都有賣吃的賣喝的 還有就是交通也很便利 但又可以當泳服 開心農場 有小塊的開心農場 好我們這後面已經看過了喔 好那 我們比較推薦年輕人 如果是老人家 我們比較不推薦 也可以 為什麼他有電梯 是沒錯 像我老人家啦 我喜歡這一間 我們是新一代的老人家 對啊你不能這樣運氣 如果是那種七八十歲 會說 哎呀這裡就有拔桌 對 對 這裡有拔桌 對到這個牆壁這裡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這個是市區喔 對 對啊 我們不是在想想 然後 這間沒四十 因為他們旁邊寫寫的 沒四十 我買兩千多萬 買沒四十的家裡 我這麼賣的 你看那個表情 這是什麼表情 好我們先進來看 進來這邊是一個櫃子 好 這是一般的櫃子 這間是小房間 這間小房間喔 又不適合當那個神明廳 哇 這沒神明廳 沒辦法拜祭聖 好了啦 再演下去 他的櫥櫃也是蠻那個 衣櫃也蠻先進的 他那個眼鏡是裝很好 他連冷氣都裝了 日立冷氣 對 打手臂 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建物的外觀 真的是 新穎的外觀 他比較適合年輕人 新一代的老年人也可以 像我也可以接受 好 這邊也有那個什麼 那個 睡獎機 對 好 這邊看一下 這個要關門 門要先關 好啊 逐一樓層的關下去 幫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幫我看拍一下廁所 衛浴 四樓的衛浴 乾絲分離 但是他沒有開窗 對 我可以看這個 這種磁磚我第一次見過 我也是第一次見過 我也是第一次見過 好漂亮的磁磚 對啊 你看他的蓮蓬頭 黑色 也是我第一次見過的 來拍一下那個什麼 墊梯 還有他的樓梯 樓梯間這邊 你看 他這個 簡直是 沒有扶手 這個叫做什麼 肅琴嗎 有聲音耶 有聲音的 老公 我們玩這個會不會被罵 被建設罵 有聲音耶 老公 對啊 聽到了嗎 嗯 我尬他 你尬他有要買嗎 沒有啦 沒錢 對啊我少一點買了 等一下 頭都洗下去 不趕快洗下去 這個讓我想到那個恐怖片裡面 我不要再說了 好 這幾天 前幾天看了那個恐怖片 我們先照一下這邊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樓梯 什麼電梯 他是立同電梯 立同 立同 好 明亮 也是很前衛的 非常明亮 很像那個什麼 我們坐電梯吧 欸不是 走樓梯下去 你不要走下去好了 好好好 我最主要是看一下這個電梯 你看也是很前衛的 對 好OK 白色的 然後我們走樓梯下去 逐一的介紹 欸這是什麼東西 喔電梯 電梯的控制箱 所以有個電梯的控制箱 就在這裡 有幫我拍嗎 有 有肅琴 你是不是要跟我講說可以不要再玩了嗎 好 沒有 好看一下 這一間的房間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衣服 櫃子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櫃子 這是電視牆 電視牆 電視牆後面 這邊還有一個鏡子 哇 這邊 老公 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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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這個櫃子櫃子 最喜歡有櫃子櫃子 這個燈在哪裡 這是櫃子櫃子的燈 這裡 好開了 像飯店像不像 像 像 像不像 像喔 開一下 然後它的乾絲分離 哇 然後廁所有開窗 而且是毛玻璃 不怕它有透光 但是不怕外面看進來 對 看一下 好像飯店喔 對啊 OK 你看喔 就算關掉 因為廁所有派窗所以很明亮 對 整片的玻璃 這邊也是整片的玻璃 你看喔 我關燈了還是很明亮 現在是3點半 對 然後它的冷氣 也都裝好了 看一下房間有多大 老公這邊 你在那邊 床間很大 但是它因為已經裝潢已經做好了 包含這個隔天它都做了 所以已經看不出它原來的大小了 對啊 它熱地窗 然後臂刀 這樣子 真是夠了 適合年輕人 比較那個 不在意那種傳統民俗的那種 所以這一層樓三樓呢 是以庫 一層 對 一層 一間套房 對 一層一間套房 好我現在都沒有開燈喔 好下去都很明亮 因為走道也有窗戶 對變一間 這間是變一間 超愛這種的 記得我們這裡 這個總共有私戶 這一間是有那個什麼 有裝潢的 我們來看這一間 這一間的房間 這一間房間差不多這麼大 大面寬 它這一間透片是大面寬 拍得到我嗎 OK 我的牆壁在這裡 哇這幅畫是 這個 油畫 是不是也包含在裡面 我不知道應該吧 它說有包含全部的狀況 它這個書桌也是那一種 比較 那什麼名片 對啊 好看一下 這個房間呢 我覺得它很注重採光 對啊整片的大片的落地窗 但是不是陽台 它連一樓也是大片的 等一下去看 對 這樣子陽台就不用去清洗 好公平去那邊這樣 因為我要關起來 讓人家看說這一間的廁所 不要放到馬桶喔 乾絲分離 對 大片窗戶採光 而且是毛玻璃 不怕看進來 也不用看出去 就是有隱私權就對了 對 這樣不用去駕陽台 駕陽台 蠻方便的 好喔 也有對獎金 對 好換這一間是什麼 陽台 沒有四間的陽台 這就是你說的 老花樣人才不愛 好OK 主機在這邊 他都幫你用好了 好 這一間你只要準備頭期款就好了 因為他都已經幫你裝潢好 對 這一間裝潢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 嗯 一兩百保不掉 對啊 好 我們到一樓 一樓去 下到一樓 來看一下 他這邊也有那個電燈 如果你覺得暗的話 這樣子才三個房間 四三二 三個房間 好來看一下 我現在把燈都灌了 好 沒有拍嗎 沒有沒有開燈 樓梯燈開了之後 焊關掉其實沒有差很多 來走吧 好 這一層樓的燈我都關了 對 OK好我們到下一層樓 一樓 對不對 一樓 我們到一樓去看 他一樓也是大片的窗戶 你看這邊 這邊都是 大片的 看一下 他可以停兩台車 因為他是大面寬 對 大面寬可以停兩台車 對 超大面寬 超大面寬 六米桌 我們現在看完了這一個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是客廳來 看一下客廳來 好 幫你站那邊 好 這是系統櫃 嗯 這邊電視牆 你看一下他都已經幫你安裝好了 對 有這些鞋櫃 前面的這些鞋櫃 對然後這邊 裝電視這個都幫你安裝好了 你看這個線 第四台的線 好 下面也有那個什麼 插口 這是的插口 對好 讓大家猜猜這是什麼 好 好 不猜了 直接是 冰箱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外面包覆著 這個櫃子 所以讓你看不出來 他是冰箱 下面是冷凍 對 冷凍在下面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沒有辦法開的 我開不開了 來看一下他廚房 這邊 開了 這是櫃子 櫃子 好 看一下喔 他這邊也有對講機 嗯 然後這邊是他的 可以放你的那一些 廚房用品 嗯 然後還有 這個是那個什麼 烘碗機 烘碗機 對 Sakura的 Sakura 對 都做好了 拍一下 這應該也是Sakura的吧 天然氣的 對 天然氣的Sakura 然後這個是微波爐 你知道我最喜歡 想要廚房有什麼東西嗎 超大微波爐 不是 微波爐而已 還好 還希望我的那個什麼 烤箱 有一個烤箱 可以烤什麼你知道嗎 火雞肉 火雞肉 那天看得恐怖耶 Sankersgiving 對 你們可以去看看 那個太恐怖了吧 整個人 生存火箱 來看一下 這是烤箱 當然這沒有辦法放冷的 可以放火雞 來 這邊還有一個 那個什麼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 這個還蠻好 我們剛剛就是從這邊 電梯上去的 所以它的電梯 是在廚房的後面 好 這間 它的後院怎麼過去 好問題 我們去問承辦吧 好喔 看一下 上面也有那個什麼 你們煮飯不是都會熱熱的嗎 它冷氣的那個中央空調 對 我們去問承辦 後院要怎麼過去 我先關窗簾 他說窗簾要關 廁所還沒講 這邊廁所 你進去啊 你進去拍啊 它的廁所有一個 這邊可以放熱水器 好 然後這邊 它的免費碼頭 然後這邊有櫃子 一排的櫃子 好 好老公 等一下喔 我辦一下燈 還有什麼燈沒有關的 名副不是也要拍 蛤 名副不是也要拍 他也要拍啊 那這邊 那你先問他 他那個什麼 那個後院怎麼過去 你鞋子穿著 好 那我等一下把鞋子帶過去 因為這間要脫鞋 好 他們人咧 我們看一下外觀 看外觀多前衛 然後前面 剛剛不是在研究那個孔是什麼嗎 那是一個孔喔 遠遠的那個沒有 不鏽鋼的 整個都是大面積採光 的窗戶 落地窗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旁邊有那個電動車 電動車 這個充電樁的位置 聲遠 他後院怎麼過去 我要介紹後院 電壓瓦斯 電壓瓦斯 沒辦法過去 電壓馬達 整棟大樓都有濾水器 進水的地方都有濾水器 欸 老公 這間沒有後院 這間沒有後院 這是霧水 防水蓋 知道嗎 為什麼他建商會準備這個嗎 電動車 對現在電動車的趨勢 就像我們現在開的那個電動車 對 我們三個月的電費 是六千六百多塊 對 那如果說 如果扣掉我們 我們那個實際上 家裡面的自己的用電 一千多好了 那其實我們三個月 才用了四千多塊 好 我現在重點來了 我們以前的油錢 一個月兩萬 對兩萬至三萬 所以差別很多吧 對 這是我們一個 我們的過程告訴大家 分享給你們 對 我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常常跑外面 我們一個月大概跑個四五千公里 對 對 反而現在開電動車的話 就是因為他現在他的站 他的充電站一直在擴充嗎 對一直都有 其實遠程的話也不用擔心 對好 那我們這一間大概介紹到這邊 嗯 這間沒有後院 沒有後院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有後院 對 那我叫傅彥塔 我是有一橫 好你不用出門 我們帶你看面中部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 此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買錯 不怕買後悔 所以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是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商片的物件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叮咚叮咚 你就可以知道說我們今天拍什麼 等一下你們要注意喔 我們還有三戶要拍 這一戶是有裝潢的 對 歡迎搜尋一下 好 謝謝你們 這一間是2880 是最貴的一間 為什麼它比較貴 呃 不是因為它的抗性比較多 好 像那個壁道 是因為它光黃好了 因為它已經花了很多錢裝潢 對 而且它的大面寬可以停兩台車 是市戶裡面 唯一一間可以停兩台車的 兩部車 兩部車 而且還可以再讓你停摩托車 對啊 而且它應該幫你想好都用好了 連上面的太陽能 還有這個充電站 適合新一代的年輕人 好 我現在都開店 我們是新一代的好不好 OK 對那種 對一般的民俗際會比較多的 像這邊富陽路這邊 這算是比較屬於 鑽層在附近 對 鑽層在附近 所以你們自己要先想清楚 其實我跟你說 這邊還不是住滿了很多豪宅 對連大樓都蓋了 大樓都敢蓋 對啊 好啦 這都是自己多想的啦 好那我們 因為我們台灣本島就是 本來就是一個地震帶 對 那我們的影片就是 一鏡到底一刀未檢 嗯 所見即所得 如臨現場 因為我們沒有光角 也沒有美化 所以你看到的是現場 絕對不是一般普通的那個 中美化過的文化照片 OK 那謝謝你們喔 新年快樂 記得你們 一定要跟我們聯絡 如果喜歡的話 一次看師傅 如果不喜歡沒關係 請參考我們頻道裡面其他的物件 對 或許有你喜歡的 那如果真的不喜歡 請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繼續看下去 如果 你要傳統的電梯的透天 我們也有 對 跟我們說 對我們有 旁邊就是傳統的啦 好啦謝謝你們 別人要開了 那如果你的 親朋好友在找 土地不動產房子的 歡迎 歡迎你們轉發分享介紹 介紹成功的話 一定都有大紅包 對 我們不定是我們的薪水的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不是我們的薪水 是我們這一次成交的那個什麼 跟你合作成交的那個 用收 三分之一 就是用收三分之一 是我們拿到的 拿到的實際的薪水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